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Peter 我今年40岁 我来自台湾 就是在高中的性教育课程当中 学到如何预防艾滋病 应该是从媒体上电视、收音机 学到不同的方法来预防艾滋病 应该还是一样的 就是用保险套来预防艾滋病 我觉得近年来 因为现在有婚姻平权 大众的人应该对于艾滋病 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的人在台湾应该要去多了解 艾滋病感染者 然后多支持他们 这样子我们才能预防艾滋病 跟以前比现在有更多的方法来预防艾滋病 大家应该要去做艾滋病测验 多学习预防艾滋病的方法 这样子才能保护自己 与其他人 有更多的方法来预防艾滋病 和其他人